飯店歸台人員接請民眾退房電話 這樣的場景這幾天真的好頻繁 國內疫情持續延燒 東臺灣觀光盛地的花蓮旅館飯店業 受到嚴重影響 全花蓮的住宿率 從原本的六七成 現在只剩下不到三成 日前群眾運宣布停賽 光是那五天的退房 就讓花蓮的住宿業者 損失高達六七千萬 從花蓮被宣布為高風險區之後 當天不管是散客或是團體 其實都非常多來電詢問 是否能夠延期入住 那目前這個影響 高達五成左右的團體 其實都選擇了做改期的入住 東臺灣的宜蘭也同樣受到衝擊 以往每到假日 人潮總是塞滿園區的清水滴熱 現在遊客稀稀落落 不少座椅都空蕩蕩沒人 人潮少了三到四成 就連大溪漁港上門採買漁獲的遊客 更跌到以往的五成 宜蘭的民宿協會統計 原本四月會有四成的訂房率 現在只剩下兩成 觀光業者們只盼疫情 不再持續發燒 想想一邊對策 度過這段艱苦時期 海南知名小吃店聚集的 國華街遊客的人數 在用餐時間明顯不如以往 店家坦言接連幾天的確診 人數破千 似乎影響遊客的出遊意願 來聽店家說法 這一兩天疫情突然爆發一千多 人潮就明顯的少了很多了 他有少了幾成 大概有一半吧 應該是確診能數增加 有多少有一點影響的 少了多少 大概應該降了 像我們基本上應該降了 有大概三成的能數吧 不少知名的小吃店外 雖然還是有人潮排隊 不過比起以往 大排長龍的景象 讓業者感受到 因為疫情升溫 遊客出遊意願 似乎還是受到了影響 店家表明希望只是過渡期 用平常心來看待